为了落实农业永续 帮助县内农民能够将农模回收再利用 县府农业处与农粮署合作 在国性乡办理农模回收机四番观摩会 尤其县长上任之后 希望打造的宜居的城市 不管是在整个农业的友善工作环境也好 那我们刚刚看 不管是男性农友或者女性的农友 在整个操作的过程 它其实是相当的便利 那当然以现阶段 因为我们比较会建议就是鼓励 用团队的产销班的方式来使用跟运作 因为每一个作物它可能只有使用力 农机的使用力不高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在类似组成 回收代收的这个回收的一种机制 那一方面是操作会更加的熟练 那第二个也能够去让农村 再发展成另外一个协力的一种机制跟方式 农娘署农业资财组 作物环境科长李协昌表示 环保术已经公告 除了食用塑胶器材之外 其他的塑胶类产品的生产 必须包含28%回收再利用的制品 并且农娘署对于回收机也有相关的补助 希望农民能够来使用 将农膜回收保护我们的生态 因为环保署已经公告 已经公告 我们除了食用的塑胶器材之外 其他的塑胶类的产品 25%必须是回收再利用 所以这个农膜 我们农民 富裕农民千万不能 它是有价物 千万不能掩埋 焚烧 或是说 丢弃在水溝河流 让它流走 会影响到生态 那农膜回收机的部分 农娘署也有补助 对产交班 补助2分之1 对我们农友个人 补助3分之1 县院陈怡君表示 农膜回收机的使用 确实比传统人工有效率 也减少农民 因为人工处理农膜 所造成的职业伤害 并且农膜在回收之后 也减少回收农膜的体积 使得农膜在厂商带回处理前 便于出春 因此也非常值得来推广 那今天我们看到示范当中 它的这个田间是玉米 那其实它不但可以处理 草莓的农膜 木瓜的农膜 包括玉米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它的范围其实是更广 那刚刚在示范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呢 它确实呢 是非常有效率 它能够减少整个农膜 回收回来的体积 而且呢 它可以让农民 更轻松的工作 那减少呢 它因为弯腰 而会造成的一种职业伤害 副医长排一圈表示 南投县以农历线 每年因为农业行为 所产生的废弃农膜 也造成处理上的问题 因此除了肯定县府 能够推广 农膜回收机 来处理农膜 减少农费产生之外 也鼓励农民可以来使用 落实友善环境 农业能够永续发展 记者陈伟一 果仙香采访报道